美妝YouTuber Bobbi 过去凭借仿妆影片爆红性大批粉丝追随 既然他透露自去年开始和老公决定不再刻意避孕 半年后便发现怀孕了 而老公很喜欢小孩 知道怀孕后非常开心 但自己却很忐忑 随后他在初次参见时 照超一波没照到胚囊 反而照到染草两侧的阴影 做了进一步检查确定是巧克力囊种 他才知道自己自十几岁开始 就经历很严重的惊痛 原来是不正常的 而产检隔天没有大量出血 胚胎却保不住了 让老公难过到不行 没想要剥皮流产后不久 一名不是很熟的亲戚竟表示 现代人喜欢吃外食 才会有妇科疾病流产的问题 令他生气的表示 流产本来就是几率问题 不论做什么不做什么 都有可能会发生 别人根本不了解的情况 就批评女性 真的很让人受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